这个新年 我有一个祈愿 如学中有礼一说 和华人传统礼俗 重情重义 讲究送礼的善举相应成章 其实在生活上 我们也常不知不觉地 就收到了别人送来的礼物 喂 爸 哦 吃饱了 有啊 有啊 我们新年初期有回家吃饭吗 有 小时候 从来没发现 你们牺牲了多少岁月和心血 把我养大 送我一个家 累了就回去吃顿团圆饭 是上天给我的一份大礼 踏入社会后 索性有这些贵人的扶持与提拔 一次又一次地送上勇气和鼓励 让我在事业这条路上 走得顺遂心安 当然没有忘记你们这般朋友 每天寻我开心 逗我玩 有缘相识 能同欢作乐 已是人生一大丰收 果然 我们收过太多太多的礼物 因此这个新年 我有一个祈愿 想借一份年礼 对你们说声谢谢 既然你们以礼相待 我们也以礼相报 希望爸爸妈妈能够百岁平安 希望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人 可以一起走过明年 后年 以及未来的每一天 希望一起打拼的伙伴们 可以蒸蒸日上 因为有你们 才有他 有我们 毕竟 能像现在这样 安然过日子 欢喜过年 不正是因为生命中 有彼此相送的这些礼物吗 台湖祝大家新年快乐 礼道竞争